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淮河能源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淮南矿物局 98年改制为淮南矿业集团 是大型的国有企业 2月21号 淮河能源的副总经理黄乃斌 刚刚被查被抓 去年的10月16号 淮河能源矿物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孔相喜 也被抓起来了 总经理 董事长都被抓了 都出事 这样的煤矿肯定会发生工业事故 最讽刺的是 淮河能源集团的瓦斯综合治理 以利用项目还荣获中国工业大奖 它的瓦斯治理还获得工业大奖了 现在竟然发生瓦斯爆炸 非常讽刺 福屋双至 瓦不单行啊 在湖北齐春县一家企业呢 3月11号 也就是昨天发生大爆炸 大家请看视频 现在发生第四次都爆炸了 我们都跑回来了 太吓人了 你想一下爆炸把附近的窗户啊 楼层都震了 火光冲天就在我的对面 太吓人了 这次淮河县企业发生的大爆炸啊 威力非常巨大 大家看视频都看到了 官方公布呢 只轻伤三人啊 都没什么事 瞪着眼睛在这扯谎 这么大的爆炸 怎么会轻伤三人 无独有偶啊 又有第三起工业事故 昨天晚上10点在山西中阳县 有一家煤矿呢 也是发生矿难 叫溃仓事故 官媒报道说呢 有7名煤矿工人被买 这7人呢 都已经死亡了 春节两会期间呢 中国也发生了大量的恶性案件 或者灾害事故 中共为了维稳 为了面子 都不予报道 通通封锁消息 两会后呢 可以报道工业事故了 但是呢 在遇难人数和事故后果等问题上啊 尽量少说少报 以期呢 愚弄百姓欺骗舆论的 这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大家也都见怪不惯了 昨天这三起事故啊 两起是煤矿事故 一起工厂事故 号称最安全最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 接二连三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这种特大事故 说明中共的社会治理啊 完全是失败的 中共独裁体制草奸人命不顾人民的死活 所谓的安全生产呢 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宁可维稳 也不管安全啊 这是独裁本性所决定 刚刚结束的两会啊 是中共两会历史上 最诡异最搞笑的两会 也逐渐透露出来 包括习近平 为什么在主席台上就训斥赵乐际 当时的情况呢 是两高做报告啊 高检高法 当时是正式高检检察长英勇啊 在做最高检的报告 是李强呢 拿在手里的这个英勇的报告 李强看出来就不对劲 那上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维稳 中共是抓捕审判了240多万人 李强就觉得呢 维稳抓了这么多人是不是不对 他就问习近平这个报告是怎么回事 因为啊 两高的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呢 是政治局讨论的 两高的报告呢 没有那么重要 终审呢 是由人道委员长负责的 是由赵乐际负责的 所以呢 习近平就拿着这份报告问赵乐际 这怎么回事 为了维稳呢 审判了240多万人 赵乐际就做了点解释 说这个240多万人呢 不一定都是 就是维稳抓捕 维稳审判的 这240多万人包括危害社会安全 不一定都是维稳了 就是一般刑事案件也可以算成危害社会安全 就都算在一起了 只是这报告呢 没说清楚啊 把它都算成因为维稳 判得行 这习近平当场就非常不高兴啊 把这个报告拍在那里 赵乐际赶紧赔不是在那做记录 可能是赵乐际 随后要找英勇在算这个账 这个乱 至于女记者冲击记者会的主席台啊 现在也有内幕出来了啊 这个女记者是人民日报的啊 姓李 只有这种央媒的记者才能进这个部长级的记者招待会的现场 而且她还坐在前排啊 她这次这个女记者 李记者冲谁去的呢 是冲坐在主义台 正中央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去 当年呢 郑山杰在国台办啊 国务院台湾社会办公室啊 做副主任啊 认识的这位女记者啊 这个女记者负责跑口 当时采访国台办 两个人勾搭成奸呢 一说这事我就来劲 发生了很多故事啊 后来的郑山杰就升大官了 去年两会期间升为朝廷重诊 国家发改委主任 郑山杰可能就另有想法了 是找到新的小三了 还是觉得影响不好啊 就跟这个女记者就断了联系了 这个女记者就怀恨在心 图谋报复啊 终于有这次机会了 打算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当众让郑山杰难堪 记者会结束的时候要冲上前去 让郑主任受点伤吧 受点疲肉之苦 但是保安严密啊 现场的保安那都是最高级的警卫 上去四个保安 大家看当时的视频 把这位女记者就按住了 郑主任逃过一劫啊 这个女记者如果真冲到她的面前啊 那肯定给她脸上给她挠出一些痕迹来 用我东北话说给她干个警啊 就警字 两树两树啊 脸上给她挠乱了啊 共产党这些乱事多乱啊 这都是这次两会发生的啊 就都这么好玩 两会落幕啊 外媒评论说呢 这次两会啊 一些中共的高官也承认啊 中共正在被一些隐性风险所拖累 这些隐性风险呢 也已经影响到政治经济的稳定 但是没看出来啊 这次两会拿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台湾的中央社总结说啊 中共两会透露的信息是 经济扑朔迷离 政治明确紧缩 中共政局危机四伏 内斗清洗 以及党魁习近平集权行动备受关注 媒体评论说呀 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牢牢掌权 也有人认为呢 他即将下台 但无论如何 中共及其政权都正在陷入困境 中共人大宣布总理李强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打破了长达30年的传统 在这令人惊讶的举动发生之际 有关中共在其周边海域的武装活动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出 暗示中共政权正在分裂 中国经济正在衰退 官方称去年的经济增长5.2% 但国际机构认为只增长约1.5% 人们对北京唱好的经济报告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通货紧缩加剧 房价崩盘 债务违约持续 货币疲软 资本外逃加速 以及地方政府失灵 人口正在大幅下降 北京声称他正在依靠新生产力 新制生产力及高科技企业来实现经济转型 但观察家认为这本身无法拯救 饱受深层结构性问题困扰的中国经济 评论指出总理李强为了服从中央 不想开记者会谈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 究竟共产党内部在发生什么 由于习近平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不透明 外界难以知晓 而这些事态发展正值习近平 开始实施异常激进的对外政策之际 中共近期在台海南海周围的行动 非常具有侵略性 至于美国国务院对此发出警告 侵略性行为只是政权内部不团结的最新迹象 例如许多人预计习近平的盟友刘建超 将被任命为新任外交部长 但全国人大这次却未能宣布这一任命 以及其他关键的人事任命 表明内斗已经非常激烈 习近平未能如愿 在两会前半年还发生了许多不明原因的 官场失踪事件 失踪者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中共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 大批将领落马 但官方只宣布他们中的部分人被免去了人大职务 评论还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观察家指出现在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失控 但其他人则认为习近平正在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无论习近平是牢牢掌权还是即将下台 中共极其政权都将陷入困境 中共正处于危机之中 部分原因是整个国家即将崩溃 最近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中共的两会上 中共也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两会上 我们和中共双方都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湖南省委搞的什么解放思想运动 现在这件事是黑不提白不提 根本没提了 思想解放运动已经烂尾了 思想解放作为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号角 为当时中国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和毛泽东思想的束缚 确实起到了开路先锋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也因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结束文革 将中央工作的重心从搞阶级斗争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打开国门引进外资 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而被送上深谈 关于解放思想 我们认为它虽然推动了中国的改变 但却是远远为真正令中共和全体国人的思想 转变到现代普世价值的思维观点上 所以别把中共的解放思想拔得那么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 这几十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 解放思想所取得的成效是强拆仁义的 为什么现在重提解放思想 不管它的动机和目的如何 人们却为之一振 可见解放思想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时至今日的中国 科技已经能征服太空了 可解放思想恐怕还在遥远无边的宇宙里 国人是难以触及的 这就是民族的悲哀 解放思想运动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由华国锋粉碎私人帮之后 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足路口上 火药帮以过人的胆色和毅力为冲破两个凡事的翻篱 倡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解放思想由此开始 打破了紧固着国人几十年的极左思潮的枷锁 这时候的解放思想运动的确推动了中国的改变 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敏锐的抓住了解放思想这一利器 借此顺水推舟的向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以及凡事派人物发起攻击 从而以邓小平的威望 接受了解放思想运动的主导权 其实邓小平当初的解放思想 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最基本生活常识的回归 想当年农村农民多养几只基 多开坎一小片自留地种菜 城市的青年留个长发 穿条牛仔裤都要通过解放思想来搞定 可见中共搞的社会主义是多么荒荡 足以是世界级的大效果 邓小平付出提倡解放思想的确力排中意 打破中共的教条主义 恢复大众最普通的生活规律 与民休养生息 经济得以焕发生机 但从历史的进程来抛析 邓小平主要的目的 是借解放思想来攻击华国锋的两个凡事 从而取而代之 夺取中共的最高领导权 当1978年底 邓小平扫清凡事派 确立他在党的实际中心地位以后 掌权的邓小平就彻底变调了 同时短暂的解放思想运动 也戛然而止 被邓小平用完忌弃 解放思想的重大使命远未完成 就草草收场了 也就是解放思想在中国彻底烂尾了 接下来邓小平治下的中国 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 都与解放思想的初心相违背 其独裁反民主行为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比如1979年 邓小平下令取缔北京的西单民主墙 并逮捕了各地民主墙的骨干近千人 同年他又推出思想基本原则 蛮横地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行为 再次禁锢起来 延续了毛泽东的一党专政独裁体制 活生生的将神州大地蓬勃开展的 解放思想运动彻底扼杀了 1989年北京发生了 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 争取民主反对腐败反对关岛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邓小平净悍然出动武装军队和躺个车 血性镇压年轻的学生们 还把反对暴力镇压学生的中国良心总书记赵紫阳给撤职了 震惊世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再度重启改革开放 搞市场经济 定调性资性赦不争论 邓小平的举动 虽然令中国再次产生深刻变化 但并无解放思想的是 只不过是90年代初 继中国六四事件以后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发生了苏东坡事件 以宣布退休的邓小平 眼见六四屠杀后 国际形势巨变 而自己主导的改革开放方针 被中央的保守派 以防止和平演变所代替 邓小平就坐不住了 通过南巡一系列讲话 勒令中央改变方向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大力发展经济 但政治改革却不敢碰 解放思想就更无从谈起了 中共的所谓解放思想 是一种低层次的解放思想 只不过是满足人性 基本生存需求的解决 就是中共所讲的温饱问题 而中高层次的意识形态的解放思想 中共却是坚决压制 也就是邓小平制定的 四项基本原则 不可超越的红线 如果是彻底解放思想 中国人民早已融合于世界现代文明的行列之中 所以中共的解放思想 只是在窗口中开了一个小洞而已 解放思想这扇大门还死死的关闭着 至今一直没有起开过 只开放经济 不开放政治 这就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真面目 而解放思想向来被中共视为洪水猛兽 再也不敢提了 时至今天 习近平的浙江系小喽喽 湖南省委书记沈小明 又再发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引发海内外关注 但是大家别天真了 当下的习近平的中共 是绝不会改行更张的 这个通知的内容强调的就是 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位移 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进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如此的解放思想 就是一个太监向主上表示 看起意识的献媚表演 与真正的解放思想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且至今中共高层也没有任何回应 空谈解放思想 只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 习近平现在在党内搞一言堂 搞独裁 比邓江湖更不堪 期望习近平当局开展什么 解放思想运动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鱼虎牟皮 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多年来 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搞个人独裁 个人迷信 终身制 不得妄议中央 反美仇日 打压民营企业 毁掉一国两制 粗暴压制 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大搞什么内循环等等 无一不是开历史倒车 走毛式回头路的表现 与世界民主潮流格格不入 这样一个局面 习近平会转身启动 解放思想运动 是绝对不可能的 习近平搞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 只是器物领域的现代化 并非思想头脑的现代化 如果中共真正让中国人民 彻底解放思想 就必须抛弃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习思想 取消思想基本原则 结束一党独裁专制 实行普选 开放言论自由 但中共从毛到习 历代当选者 都是实行愚民政策 钳制人民的思想自由 这是由中共的邪恶本质 所决定的 所以只有到中共 土崩瓦解之日 才是中国人民思想 大解放之时 欢乐环节 我们再看一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